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巴基斯坦选举后将组建联合政府 夏里夫落后于对手汉 日本的医院和诊所报告称 愤怒的患者对他们进行更多的骚扰 日本的美食界有什么新动向 裙带关系可能会赢得印度尼西亚2024年的选举 请大家收看 巴基斯坦选举后将组建联合政府 夏里夫落后于对手汉 南华早报 巴基斯坦的大选结果导致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议会 由被监禁的前总理伊姆兰 汉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PTI赢得了最多的席位 但未能获得多数席位 PTI将需要组建一个联合政府来确保权力 但由于汉的党派与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 纳瓦兹 PMLN和巴基斯坦人民党PPP等其他主要党派之间 长期存在的敌对关系 联合政府可能会受到削弱 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将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中国谈判获得财政援助 巴基斯坦的前一届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 险些陷入违约 中国的支持在过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 任何联合政府都可能会受到 PMLN和PPP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关系的削弱 以及这两个党派与军方建立的复杂关系 日本的医院和诊所报告称 愤怒的患者对他们进行更多的骚扰 南华早报 日本的医生和护士报告称 患者骚扰事件增加 包括争吵 辱骂和暴力行为 医疗机构内的攻击行为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一个更广泛的趋势 即性骚扰投诉和职场欺凌的增加 一项对379家医院和医疗中心的调查发现 超过一半的机构曾遭受过患者的辱骂和威胁 而30%的员工曾遭受性骚扰 一些医疗专业人士认为 患者骚扰事件正在变得更加频繁 日本的美食界有什么新动向? 日经亚洲 预计2024年 日本的食品趋势将反映出更广泛的文化转变 朝着多样性和可持续美食的方向发展 厨师们正在探索农村的机会 导致越来越多的厨师离开城市中心 推动了目的地餐饮的兴起 餐厅正在采用可持续的海鲜采购方式 向为蓝色而烹饪的团体倡导负责任的海鲜采购 日本的植物性食品市场正在增长 厨师们将尽可能多的蔬菜纳入他们的菜单中 日本的美食场景也在扩大 包括各种非日本菜系 如实验性的韩国菜和现代越南菜 拉丁美洲菜系 特别是墨西哥菜 正在日本获得认可 并可能成为一个趋势 女性寿司厨师的数量也在增加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设自己的寿司店 在酒吧界 东京和京都以外的旅货殊荣的酒吧 吸引了鸡尾酒爱好者前往偏远城市 本地生产的未被宣扬的饮料成分也将受到关注 国际人才将继续为日本酒吧界增添多样性和创新 总体而言 日本的餐饮行业变得更加开放 包容 并专注于可持续性和多样性 群带关系可能会赢得印度尼西亚2024年的选举 南华早报 印度尼西亚总统左科 维多多被指责为他的儿子吉布兰 拉卡不明 拉卡铺平了政治生涯的道路 有可能建立一个政治世袭 这与维多多之前对群带关系的立场相矛盾 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吉布兰和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是领先者 其次是反对派领导人阿尼斯 巴斯维丹和维多多的党派候选人 甘加尔 普拉诺沃 选举定于2024年2月14日举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六的忠实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巴基斯坦选举后将组建联合政府 日本医院和诊所报告日益增多的患者骚扰 以及日本美食界的新动向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巴基斯坦的大选结果带来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议会 PTI赢得了最多的席位 但未能获得多数席位 需要组建联合政府 然而 由于长期以来 PTI与其他主要党派之间存在的敌对关系 联合政府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将是与IMF和中国谈判获得财政援助 而患者骚扰事件在日本也变得更加频繁 反映了日本社会性骚扰和职场欺凌的增加 最后 日本的美食界也有一些新动向 包括可持续饮食的发展 以及对国际菜系的接纳和探索 这些新闻都反映了 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 组建联合政府将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并且需要解决内部党派之间的敌对关系 对于日本的医疗系统来说 患者骚扰事件的增加需要引起重视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医护人员 而日本的美食界则展示了一个开放、多元和可持续的趋势 这是我们值得鼓励和支持的 现在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和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